而就在不远的明泉街市场 还有一家人气超夯的米苔木店 老板坚持现做现卖哦 要用蔬菜猪大骨汤熬成的高汤 就有自然的清甜味 再配上古早味的肉燥 生意好的时候一片可以卖出400碗 红砖建筑的三峡老街 各种美食统统有 不过网路上流传明泉街市场 有家人气面店是当地人的最爱 来好吃的米茶 连屋都有很快 超甜超甜的 老板坚持望的他帮你坐好 隔壁的隔壁 他人气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每天都望 生意很好 非常非常好 你们都有吃过 我每天给他吃 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平常日就都要排队 假日是都排到马路上面去 你如果没有早一点来 或者是说平常日来 真的都要排队 他们家的干粒面有没有 很好吃 你可以吃吃看 那个面条很Q 肉燥很香 想找驾杠美味 听在地人的推荐准没错 这家看起来20坪左右的小面店 不用靠一旁老街的假日人潮 平日用餐时 门口排队外带的 店内用餐的人潮满满 老板娘的手没停过 店里的人气美味 是这一碗热腾腾的米排木 上头的古早味肉燥鲜香提味 媲美台东有名的米排木 我们台东有两种口味不同的米排木 这边的米排木呢 我觉得他们喊二应该没有人干喊一吧 对啊 这边每次来都非常多人 而且要大排场 口感很Q 很弹洋 因为他的汤头喝起来 很棒啊 非常棒啊 会让你觉得一碗响再一碗这样 米排木会好吃灵魂汤头 交给人称古佛的老板 看起来很厚老实的他 个性内向不善言辞 但是却很实在啦 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得起床 把大块大块的猪腿骨 加上红萝卜 洋葱熬上六小时 早上煮起来的那个干颜汤 还有水煸肉汤 做汤底 对汤底 对 后来才放大骨 大骨下去再放蔬菜 放蔬菜它甜味比较好吃 熬好的高汤就交给前台的老婆大人 便出美味 个性活泼爱和客人打交道的老板娘 将米排木利落烫一下 不用多于调味料 高汤的自然清甜味 搭上QQ弹牙的米排木 就是一碗美味 老板都三四点起来做的 老板细细拿那个肉啊 我们的肉几分中几 什么时候软度什么 他都拿那样 汤头很甘醇 没有添加味精的感觉 很顺口 你是从哪边过来的 桃园 第一次来这边吃呢 不是 跑几次啊 最喜欢吃他们家的什么 米排木啊 不要Q啊 比较好吃 它汤头呢 对 这不错 汤头怎么样 汤头不错啊 除了清甜汤头之外 店里招牌的古早美味 就是这一大锅烹香肉燥 为了应付店里的好生意 每天准备四十斤黑毛猪绞肉 除了加上盐 酱油等一般调味料 最特别的就是放进这一味橘红色的豆腐乳 那就比较甘甜啊 有些 要有放糖那些啊 就比较甘甜 所以这一炒要炒的 一炒要炒的 用的好一个都有 在旁边就对 对对对 烧焦了 对 一大锅的肉燥 不留神就容易烧焦走味 哭火猴 手还得不停翻搅 劳神费工做出的肉燥 加上带劲的干意面 超人气 它肉燥真的不知道怎么卤的 好想偷偷跟它学喔 真的很好吃 有独早味的味道 对对对对 然后吃起来 也是一样不会油腻 不管是米苔木或是干意面 没有搭上几叠现切小菜 可就美中不足了 嫩中带劲的干粘肉 新鲜度吃得出来 清亮半透明的猪皮 光用看的就很吸引人 又脆又Q 它跟外面不一样 它没有那种白色的 那种肥的东西啊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 很Q啊 而且不会烂啊 开店9年生意好时 米苔木一天能卖出400碗 不用行销 不需包装 靠着真材实料 新鲜现做 成了三峡人 口饿香馋的在地美味 等会 等会 等会